她是英国最强坠绪 陪伴女王70多年 甚至为了女王放弃自己的王位 然而 99岁的极致浪漫的背后 却是各种出轨 情妇聚在一起都可以组成一个俱乐部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菲利普秦王的传奇一生 2021年4月9日 白金汉宫降半旗 沉痛挨到他们的女王夫菲利普秦王离世 这一年 菲利普已经99岁了 陪伴伊丽莎白二世73年 打破了成为皇室配偶时间最长的记录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被人津津乐道 事实上 菲利普秦王的身世十分显赫 他的父亲是安德利亚斯王子 是希腊国王的第四个儿子 又是丹麦克里斯蒂安九世的孙 他的母亲 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 瞧瞧这身份 说她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都不为过 但是拥有这样显赫身份的菲利普秦王 出生的却不大是时候 因为她出生仅一年 希腊就在战争中惨败 而她的一家则成为了替罪羊 被送进了雅典殿狱 不出意外 等待她的将会是冰冷的枪口 好在当时英国武力足够强了 她算是保住了性命 被人塞到了装橘子的木头箱子中 带出了希腊 然后被送到了法国生活 这时候的菲利普 成了落魄的流亡王子 不过 年纪幼小的菲利普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生活而波得多么糟糕 在舅舅孟巴顿勋爵的帮助下 菲利普来到了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学习 也是在这里 她遇到了伊丽莎白公主 此时的菲利普已经成长为一个帅气逼人的小伙子 高挺的鼻梁 一双深邃又略带忧郁气质的眼睛 她完美地继承了父亲外貌上的优点 而伊丽莎白也正是被她帅气的外表吸引 13岁的伊丽莎白和父亲乔治六世 一起来到了特茅斯皇家海军学校参观 菲利普带着弟弟妹妹们到后花园玩耍 他们一起做游戏 18岁的菲利普身手十分敏捷 在游戏中脱颖而出 很快 她就吸引了在场女生的目光 伊丽莎白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菲利普如此扎眼的外貌 顿时让伊丽莎白小路乱撞 菲利普也注意到了这位娇俏可爱的小公主 两人的心里都暗生情愫 之后 乔治国王带着家人离开时 菲利普找来了一条小滑艇 追在乔治国王的游艇的身后 乔治国王看到这一幕 气得大骂 这该死的笨蛋 伊丽莎白则站在甲板上 饶有兴趣的看着菲利普 如何用力滑艇 想要追上他们的游艇 少年顽皮的样子 少女娇俏的笑容 都烙印在了对方的心里 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不过 他们一直都保持着书信联系 后来 菲利普就随着海军出征 参加了二战 并且获得了大量的功勋 在海军中一路高升 二战结束后 他回到了英国 回到英国后 伊丽莎白第一时间联系了菲利普 这个让他从13岁起 便心心念念的男子 菲利普没想到 伊丽莎白还思念着他 而他也在战争时 对伊丽莎白日思夜想 都说年少的爱情 是最真挚的 而他们两人 更像是童话故事的真人 1946年夏天 菲利普向他心爱的 伊丽莎白公主求婚了 但是两人的爱情 一开始却并没有得到 英国王室的支持 英国最强坠续 菲利普新王 默默陪伴女王73年 为爱放弃王位 甘当绿叶 这场童话般的爱情 羡煞多少人 但事实真的如此了 从伊丽莎白13岁 对菲利普一眼万年开始 两人仿佛真的是 王子与公主相爱的天河之作 但菲利普却是个 名存实亡的落魄王子 这让他们的爱情 并不是一帆风水 英国王室并不同意 两人的婚事 因为伊丽莎白 是英国正统皇室的 唯一继承人 而菲利普虽然是王子 也拥有皇室血脉 但他的王子头衔 却并没有多少含金量 况且从小就没有 接受过王室培养 顶多是个空有头衔的 矛头小子而已 与伊丽莎白 门目当户不对 但是此时的菲利普 深深爱着伊丽莎白 为了让英国王室 同意他和伊丽莎白在一起 他宣布 放弃希腊王位的继承权 放弃自己的信仰 放弃自己的国籍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信誓 他把一切能放弃的 都放弃了 只剩下对伊丽莎白的 一强爱意 英国王室 也被他的这份决心打动了 1947年7月9日 两人订婚了 11月20日 两人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当时的英国 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没有煤炭的严冬 没有粮食的生活 让英国人郁郁寡欢 但是 两人的婚礼 却给这个昏暗的冬天 增添了一道不一样的色彩 两人的婚礼 在当时也收到了多方祝福 婚后 两人过了一段 幸福美满的时光 也有了孩子 此时的伊丽莎白 还是公主 所以 他有很多时间 与菲利普在一起 两人的感情十分要好 但是 从1951年起 乔治六世的身体 就越来越糟糕 作为王室第一继承人的 伊丽莎白 不得不开始代替父亲 读习一些活动 第二年 伊丽莎白和菲利普 还在肯尼亚录下时 收到了乔治六世 病重去世的消息 出文噩耗 伊丽莎白悲痛不已 但是 他并没有时间悲伤 菲利普陪着伊丽莎白 回到英国祭文 6月2日 伊丽莎白举行了 加冕仪式 这意味着 他正式成为了英国女王 在加冕仪式上 菲利普第一个向伊丽莎白 表达了臣服 他曾表示 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 他都永远臣服于他的女王 成为女王后的伊丽莎白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他几乎没有时间陪自己的丈夫 菲利普也从驸马的身份 变成了王夫的身份 这也意味着 菲利普也将结束他热爱的海军事业 协助他的妻子完成王室的任务 但按照英国王室的要求 他是不能干政的 甚至女王的公文包 他都是不能碰的 他只需要陪在女王身边 做一个吉祥物 尽管如此 他的工作量也是极大的 他身上有800多个机构主席的头衔 同时还协助女王 管理王室的桑德林恶母庄园 据统计 他单独出席的公开活动 有2.2万多场 发表演说超过5000次 去过170多个国家 如果再加上陪同女王 一起出席的活动 他的工作还真的是够忙的 在外人看来 他和伊丽莎白两人的感情 几乎无可挑剔 他时时刻刻都陪伴在女王左右 像个卫士一般 在女王需要的时候 为女王解决困难 虽然两人之间偶有争吵 但从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 但是 作为一个入赘的上门女婿 他在英国王室 几乎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权利和地位的 他的作用就是向外人展示王室的和谐 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惯以自己的姓氏 这也让他渐渐开始走上了出轨的道路 英国最强坠绪 菲利普亲王 99岁高龄 陪伴女王度过了73年 童话般的爱情羡慕旁人 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这句话 成不棋我 王夫的身份 固定了菲利普只能同当一个王室集团 他不能拥有惯上自己姓氏的孩子 也不能再继续从事他热爱的海军事业 对伊丽莎白的爱意也在这样的生活中一点点点难 甚至走上了出轨道路 他曾提出让孩子冠上自己的姓氏 但被王太后言辞拒绝 他的孩子是温莎城堡的公主 是王室的王子 但独独不是菲利普这个人的儿子 所以他变成了和他父亲一样的风流公子哥 他被曝出了和当时颇有名气的女明星的绯闻 当时伊丽莎白正怀有身孕 面对妻子的秩序 菲利普则表示他只是和女明星在跳舞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伊丽莎白只好将这件事给压了下来 但是一旦有了第一次 那么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后来菲利普总是早出晚归 经常会去一个俱乐部放松心情 之后更是与儿时的玩伴 传出过一段时间的绯闻 两人似乎一时都有联系 甚至玩伴的孩子 还被人认为是菲利普的私生子 但是并没有什么切实证据 之后他出轨的绯闻也是层出不穷 对象的身份也是各有千秋 其中最出名的还是彭妮 两人性格都有相似之处 所以很能聊得来 虽然与菲利普相差了二十多岁 但是挡不住两人之间的暧昧 他们经常会一起外出游玩 也会一起吃饭 甚至在公开场合举止亲密 即使彭妮结婚 两人依然保持着这种关系 他们之间的事情闹得人井皆知 伊丽莎白对菲利普的这个小情人自然清楚 为了王室的名誉 她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还和彭妮同乘一辆车 算是默许了彭妮的存在 女王都默许 其他人自然也就不敢多说什么 虽然菲利普的花边新闻不断 传出绯闻女友多达三十来个 但伊丽莎白还是很宽容的 和菲利普保持着和平美好的婚姻关系 就连她自己都曾在他们的金婚典礼上表示 她和女王结婚最大的收获就是宽容 宽容是任何一段美好婚姻的核心 从她自己身上就能看到 女王是多么宽容大度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菲利普的共同 她为女王为王室付出了态度 直到2017年 她已经95岁高龄了 才选择了辞职 然而 她很坦然的面对折磨自己的闭魔 因为她的葬礼是她亲自安排的 按理来说 王夫去世是要进行国葬的 但是她却拒绝了这个建议 她的灵鹫由英国皇家海军士兵运送 并且选取了她最喜欢的海军赞美师 在葬礼上演奏 或许 她是希望在自己去世后 能回到她一直热爱的海军事业当中吧